别害怕,吞了吧,体内凝聚的魔气越多,你才越有可能获得天河的传承。 虽然我觉得她的传承很一般,但从目前看来,短时间内倒是还挺适合你的。 就在萧嫣对此犹豫不决之时,女帝的声音在一旁响起。 萧嫣狐疑地看了女帝一眼,心中还是有些疑虑。 魔气其他萧嫣目前尚且不知,只知晓魔气会影响欲望,之前就差点没能控制住。 别担心,妾神在这里,若夫君实在坚持不住,妾神可以舍上为夫君泄火。 女帝似乎一眼就看穿了萧嫣心中所思,脸颊上饭起两毛飞红。 萧嫣直接将魔丹收了起来,便不打算在此刻吞下魔丹了。 作茶节,还有一个教会没解决。 萧嫣干咳两声,眼神都不敢去对视女帝,而是身形移动,冲进了灰雾当中。 至于那名持剑的不朽强者,他并没有躲藏,因为躲藏也没有任何意义,而是助力在灰雾之中,持剑而立。 哎不,颤不。 男子眼中战意涌动。 既然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,那就不如索性一战。 成也好,败也好,此刻只求心中无味。 强大的战意自男子身上散发,萧嫣身形也是缓缓停下。 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,我也知晓永不可能回头。 男子话音已落,抬手便是一剑。 而此时,他手中赫人握着的,竟是被之前萧嫣轰断的那柄断剑。 可即便长剑已断,但那已然蕴含着他最强的剑意。 一剑破天晓。 强悍无匹的剑气,宛若能斩灭天地,浩浩荡荡,便是朝着萧嫣笼罩而来。 这一刻,萧嫣眼中对其没有任何嘲讽,而皆是对于对手的敬重。 而尊重对手最好的方式,便是不留余地。 其实,持剑男子也知晓,第三步都不是萧嫣的对手,那又何况是他呢? 但是没有退路,无谓一战,或许还有一线机会,总不能畏惧避战,就算想避也避不开了。 面对冲天剑气,萧嫣在剑气一致面前时,这才一拳轰出。 两者凶狠的力量碰撞在了一起,狂暴的能量疯狂席卷。 就在此时,萧嫣只感觉四周有剑气流转。 男子在此地挡着萧嫣,他自然也是有所准备,显然是在此地布置了一个强力剑阵。 这乃是他最后的杀招了,能否战胜全凭此阵? 可阵法乃是萧嫣的强项。 若,准确来说是狗眼的强项。 此事能破吗? 萧嫣问道。 狗眼日常装死,萧嫣只得手掌伸入了袖袍当中,然后狠狠一掐。 狗眼才是哀嚎一声,骂骂咧咧的。 见证不是证法,我管不了这事。 狗眼不好气地声音传出。 说完,萧嫣一巴掌拍在其脑袋上,狗眼呲牙咧嘴,敢怒却不敢言。 呃,这个呲牙的声音是从冰冰兔那里学来的,反正好的不学,这些歪门邪道倒是学习得很快。 萧嫣眼中倒是没有任何巨责,几剑阵就算威力再强,想要破原神肉身,又岂是那般容易啊。 萧嫣眼中露出一抹狠力,身形一阵,便是朝着男子暴力而去。 男子见到萧嫣身形暴力而来,当即也是不敢犹豫,双手结硬。 身上的不朽之力更是没有任何保留,尽数涌动而出。 足有万把飞剑冲天而起。 密密麻麻的飞剑朝着萧嫣呼啸笼罩而来。 这些长剑即是我杀过的剑修。 剑里运横着他们的怨气。 此阵怨气越强,唯力也就越强。 万剑朝宗,尘。 男子怒喝一声,万柄长剑仿佛要将萧嫣撕碎一般。 但只见远端,萧嫣身形笔直,没有躲闪,更是没有防御。 那长剑落在萧嫣身上的时候,即使爆发出金铁碰撞之射,无数火星刺剑。 似乎无法动穿萧嫣的防御。 不过,万柄飞剑疯狂攻击之下,萧嫣浑身衣袍确实尽数破碎。 常见在身形留下伤痕,但伤害似乎只切开了皮肤,连鲜血都没有留下一地。 转眼便是再度愈合。 在万柄飞剑众矢之之地的席选下,萧嫣强大的肉身再度让男子瞳孔急剧收缩。 他知晓萧是不朽肉身,但他也从未见识过真正的不朽肉身。 今日得此一见,真正感受到不朽肉身的恐怖之处。 内心颤礼,萧嫣急速而来。 他的身形也是只能往后躲闪间,就跑再度猛的一挥。 万箭凝聚,化作了一柄百丈巨剑。 然后朝着萧嫣当头便是劈砍而来。 萧嫣见到巨剑,感受起凶悍的剑气,抽出了八荒玄中尺。 火焰雷霆涌入其中,猛得一尺疯狂的能量也是先天而起。 两者再一次硬撼在了一起,但不得不说,男子剑阵威力强大,纵然是面对更加强大的萧嫣而已。 若是遇到地质不朽第三步,这等剑阵之下,也别想全身而退。 男子们又就此罢休,一口鲜血玄机喷出,并且凝聚出了一道血印。 血剑尊者,献。 随着她的怒吼之声,血印肥速膨胀,而后在那半空之中,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血色虚影,竟是拿起了和萧嫣对抗在一起的摆仗巨剑。 巨大的虚影举起巨剑,然后再度朝着萧嫣一展而下。 这一战,威力更加强大,萧嫣眉头也是微微一皱。 不过即便如此,萧嫣仍面不改色。 依旧是挥动着八荒玄中尺,再度一尺挥出。 但萧嫣这一尺,也比之前那一尺要更强一份。 毕竟此时的对抗也未曾达到萧嫣的极限,三星元神的力量可不止如此。 数百张的巨剑和萧嫣不成比例的对抗,两者狂暴无匹的能量疯狂地席选四周。 强悍的进风无与伦比,挥舞魔气仿佛都是被生生驱散。 这一击,献解出了男子的惊血,消耗了其寿远,所以威力不言而喻,这是他不知已久的见证。 也正因为这样,才能和萧嫣顽抗如此之久,甚至此刻令萧嫣占据不到半分优势。 当然,虽然萧嫣在对抗当中没有占到任何优势,但同时,男子见证虽强,也只能和萧嫣对抗,却依旧无法碾压萧嫣。 更别说重创或者击败消炎,而这已经是他能够做到的极限。